我們年後的第一次開班 我們在三寶修辭之前 繼續來研究一下我們的十五代祖師 北海老人的正道哥 這是專門為婦女所講的正道哥 因為昆道應運 他也是有先見之明 北海老人那個時代 昆道一個都沒有 昆道修道根本難上加難 以前婦女怎麼可以隨便出門修行 但他那時候就專門為婦女講了這個 勸惡眾修行歌 那今天我們傳道傳的就是 無為大道 我們說無為就什麼都不做 還有什麼大道 這是大家對無為法的不了解 無為不是什麼都不做 為無為則無不為 講無為法 清靜無為是誰提出來的 老子 老子先提出來 《道德經》裡面講到 道長無為 但是無為不是什麼都不做 為無為則無不為 所以大道現前 你有為法都是小道嘛小禁嘛 只有無為法才是大道 道德經裡面說的 什麼是有為法呢 有為法就是從這邊到那邊簡單的說 什麼叫從這邊到那邊呢 這邊壞那邊好啊 我想辦法移動到那裡去啊 我們永遠就在想 什麼比較好 然後我想辦法移動到那裡去 當然要拼命的跑啊 就分別心嘛 分別心就是有為法 我們所有人起心動念就在想啊 看到老公想 哎呦這個老公實在太不標準了 怎麼樣老公才是好的 怎麼樣把它改造一下 就改造的結果就是夫妻反目嘛 不要想改造老公 你們放棄吧 不可能的 老婆也是一樣啊 對不對 心中都有一個好的標準 房子有好的標準 怎麼樣改造成自己滿意的 工作 事業 甚至身體健康 現在還搞美容啊 對不對 甚至覺得這個臉不夠好看啊 怎麼讓她更好看一點 這就叫有為法 人的一生就落在這個有為法 婦女的有為法尤其細膩 前道不會那麼苦啊 受苦楚啊 婦女啊 落在有為法裡面受盡苦楚 前道為什麼比較沒那麼痛苦 看臉也知道啊 前道比較沒那麼痛苦 婦女的臉看起來就痛苦比較多啊 為什麼 前道想得太少 神經大條 難得是吧 在對於有為法 什麼是對的 什麼是錯的 什麼是好的 什麼是壞的 還搞不太清楚 衣服好看一點 難看一點 還搞不太清楚的 食物好吃一點 難吃一點 床好睡一點 難睡一點 前道就比較神經大條 婦女很敏感的 尤其有小孩子養兒育女 最恨前道啊 好像看不到兒女一樣 變壞你都不知道啊 功課那麼爛你都不知道啊 品性那麼差你都不知道啊 吃飯不正常 睡覺不正常 打電腦話 很少有說老媽跟小孩子一起打的 只有老爸幹這種事啊 一人一台電腦 大家一起來玩 有沒有這回事 好多人點頭 所以說痛苦啊 痛苦啊 有違法就是我們講從這裡移動到那裡 我們傳道告訴你啊 漁夫適得還香道 生來死去現當前 生來死去 我們死人下輩子又再來 一切再重頭 死去活來就是希望怎麼樣 有所作為希望更好 但是今天 告訴你的無違大道在哪裡 生來死去 現在當前 現在這裡 眼前當下 就是無違大道 還香之道 你已經在還香道上了 漁夫適得還香道 還香道就在這裡 無疾禮天就在這裡 無疾沒有兩疾對待就是禮天 有沒有無疾 對不對 沒有兩疾對待就是禮天 不失善不失惡就是禮天 悟悟不休善 疼疼不造惡 疼疼自在出家惡 所以這是一條大路啊 這是一條大路 我們要明白啊 不要心裡整天在想 什麼好什麼不好 你把這個一放下以後 什麼都是好的 什麼都是好的 哪有什麼不好的 哪裡沒有佛 哪裡沒有無疾禮天 無疾禮天有範圍嗎 有範圍就不是無疾 無疾就是沒有極限 那是我們不覺 不覺所以痛苦啊 就好像小孩子 沒有察覺父母親對他的寵愛 還懷疑說自己是被暴來的 就自己徒受苦惱嘛 疑心生暗鬼啊 對不對 日子過得好好的住在豪宅裡面 對不對 懷疑國安局用電磁波在干擾你 我們覺得這很好笑 哪個人不是這樣子呢 對不對 懷疑自己的日子過得不好啊 不是懷疑 甚至確定啊 確定自己過的是爛日子啊 住在豪宅裡一樣也覺得很爛啊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台北市不好 對不對 加拿大最好 這次到加拿大去到溫哥華 那些華人啊痛苦得不得了 你們光看我們快樂啊 你們不曉得我有多痛苦啊 這次是天堂 但是我們不適合天堂 我們是地獄中來的人 我們要回地獄去 有沒有聽到這個說法 真的好笑 受不了 孤獨寂寂寞 受不了 告訴你 加拿大是天堂 但是呢 怕孤獨愛熱鬧的人千萬別去 那裡孤獨寂寞得很 那裡是孤獨者的天堂 寂靜者的天堂 不是愛熱鬧者的天堂 愛熱鬧的人啊 還是在台北市待著吧 旁邊又有夜市最好 一天到晚往裡面鑽 有違法就是這樣 所以苦惱得不得了 所以婦女們啊 你要明白啊 無為大道 不要整天想 我要這樣 我要那樣 這個不滿 那個不滿 人活得有那麼辛苦嗎 辛苦就在自己不滿 永遠不滿足啊 對自己也不滿意 對身邊的人也不滿意 對房子不滿意 對食物不滿意 對社會不滿意 對國家不滿意 對整個世界都不滿意 現在大家唯一滿意的人 只有一個 叫做林書豪 好小子 好爽 哈佛小子 想想看人生的苦 不會就是活在一個不滿意而已嘛 對 不滿意就是有違法 因為你不滿意就要移動 就要移動到滿意 而且永遠不滿意 你移動了幾十年呢 在座啊 我們這些老太婆們啊 你已經移動了幾十年了 對不對 我也是啦 半白老翁啊 我們這邊半白老育也一堆了 移動啊 一天到晚在移動 拼命的移動 然後永遠覺得不行 還沒到位 有違法就是這樣 無違法就是不要再移動了 這問題很好啦 你要體會眼前當下的好 眼前呼吸的每一口空氣的好 眼前身心對不對 身體最為美妙的機器 心靈充滿了智慧 仁慈勇敢 那為什麼不去受用呢 這就是本有的啊 對不對 本有一切就是無所不為啊 本有一切就是最好的嘛 為什麼我們都在有違法裡面 太重視這個身體 太重視跟身體有關的身外之物 就是這個樣 有形有相 所以有形有相裡面 你最重視的東西就是這個肉身 還有跟這個肉身有關的 然後解脫自在才會陷阱 然後你才發現生命原來 不只是光為這個身體怕屁 不是當身體的奴役啊 原來生命是無窮無盡的 永恆清淨的 永恆快樂的 永恆的自在 這是生命的實相 我們誰看到呢 沒有 我們看到的就是不滿足嘛 所有的人 年輕人還可以夢想 我們這個人這把年紀不要夢想 夢都睡了 沒什麼好夢想的 夢醒吧 不要夢想 夢趕快醒吧 生死大夢要醒來 了知生死如夢啊 一切求心自喜 有違法無非就是有所求嘛 追求嘛 你有為什麼 就是追求啊 追求更好 生死如夢啊 求心自喜 我這次到加拿大 辦道 這次去辦道啊 我覺悟到一個真理 我們一般人修道目的在哪裡 消災祈福 消災祈福不是王道 第二個目的是什麼 修身養性 修身養性也不是王道 甚至我常常在提倡的三寶修持 也不是王道 什麼是王道 犧牲奉獻才是王道 行於不思啊 犧牲奉獻才是王道 道就是犧牲奉獻出來 自古以來現在哪一個聖人不犧牲奉獻 犧牲奉獻才是王道 大就是犧牲小就是奉獻 沒有叫你一定要犧牲 但起碼要有奉獻之心 也不是叫你奉獻到場 奉獻什麼都好 只要肯付出就好 肯布施肯奉獻就好 不要整天光想得到得到得到 如果不明白這一點 你就被綁住了 你就被綁住了 你要重視的是無形無相的大道 無形無相的靈性 無形無相不只是大道 你的靈性就無形無相了 當你重視無形無相的時候 你的靈性就悟到了 你重視有形有相的時候 你的靈性就迷了 就無名了 就落入六道輪迴了 那重視無形無相 不能空口說白話 看你怎麼處理你的有形有相的一切啊 有形有相的一切 能用就用 不能用就捨 就這麼簡單 隨時準備捨丟 它是阻礙嘛 心無掛礙 我們都掛礙什麼 心經裡面我們大家大概都會背啊 心無掛礙 無掛礙故無憂恐怖 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捏盤 但是我們掛礙什麼 掛礙就是這些啊 物嘛 人物事物財物嘛 就一切物嘛 就掛礙這些東西 掛礙什麼就放下什麼 求什麼就捨什麼 好 我們就講到這裡 再來我們就要開始三寶修辭 今天有很多位到現在第一次來 那三寶修辭呢 其實我們講 唯無為 無不為 那三寶修辭就是一個 唯而無為 就好像是一個有所作為 事實上它是回歸到你生命的自然 什麼是生命的自然呢 第一個 呼吸 每個人都會呼吸的啊 但你知道自己現在在呼氣還在吸氣嗎 不曉得 因為心跑掉了 放心 心不知道放到哪去了 放逸去了 跟逸覺成去了 所以觀察自己的呼吸 要享受吸氣 吐氣 寥寥分明 吸氣 吐氣 寥寥分明 然後心呢收回來了 吸氣之道在吸氣 吐氣之道在吐氣 進一步的觀想 吸氣的時候 浩然正氣 無量佛光 從玄關灌注而入 所以空氣從鼻孔進去 因為其實鼻孔啊 跟玄關很近的 所以以前禪師常講說要在鼻孔上下功夫 就是這樣 鼻頭上下功夫 從玄關進去 空氣是可以怎麼樣 養這個肉身的 可以活命的 我們說有性命性命啊 性命雙修啊 空氣就是活命用的 沒有空氣你就活不了了 正氣 浩然正氣 孟子不是光空氣喔 他養浩然正氣 浩然正氣 只有玄關才可以發動這個部分 你一手玄關 浩然正氣就會灌注而入 這個是孟子說的 要自一則動氣 抱怨守一 萬法歸一 浩然正氣又發動 正氣做什麼用呢 養性 對不對 要性命雙修 所以你光是一個這個呼吸啊 就是性命雙修 這個我們把它用一個簡單的名稱叫 玄關式呼吸 一手玄關 吸氣 觀想 無量佛光從玄關灌注而入 吐氣的時候 從這邊出來 保持暢通 這叫養浩然之氣 這叫養性 對不對 又養性又活命 這叫性命雙修 那每個人都會做啊 只要專注 而且這是一個察覺 因為嬰兒生下來就是這樣 你說嬰兒就是 欸 守旋的耶 赤子之心都在守旋 嬰兒都鬥雞眼了嘛 在守旋 守得很專注 守到的時候眼睛都向中間鬥龍 然後呼吸 那光呼吸就很快樂了 守五足道 不絕守之五之 足之道之 因為光呼吸呢 就進入一種人意充滿 心靈就充滿了人意 就很快樂了 好 我們現在開始 三寶修辭